希望按照什么 按照业务好了 那我的业务我希望 第一个当然我会希望 把它不重复的部分先抓出来 所以第一步把这个C栏的资料 扣一份资料到这里 然后做什么 做资料里面的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之后的话 本来它里面有2499笔资料 当然其中一定重复一堆 剩下来的话 业务人员其实只有六个 菜头一直到摇摇 这六个人 OK那我们就知道 我的清单马上建立出来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 类似像之前 一班二班三班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希望什么 一个按键 加上也许一个按键在这边 我按下它之后的话 它就自动帮我把菜头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这边里面是菜头的 放到这边来 然后小咪一直到摇摇 反正每一个萝卜一个坑 OK就把它分别倒过来就对了 其实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应该很简单 当然以前你不会做的话 顶多就土法链钢 OK但是我们学这个课程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你不要再土法链钢 因为你如果土法链钢 每天都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它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们要提高效率 也就是希望以后你所有事情都可以可程式化 也就是所有事其实可不可能绝对非常没有做不到的 也就是其实在Excel里面能够用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用VBA帮你代劳 所以你可以想象 所有东西 以前的你只要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 通常可以整理出一套逻辑 然后你把那一套逻辑把它写成程式 那你的工作就会变成一个个的按钮 以后的话 你只要按一下按钮事情就解决了 那顶多就是有些参数 你可以输入参数给它 它变出你要的东西而已 这样的话好处就是说 你就不用再重复再做一遍再做一遍 如果那个事情非常复杂的话 那当然你会浪费时间 而且效率也不高 老板突然要什么报表 你给我什么报表 你就按一下按键输入一些东西 结果就给它了 甚至你可以把程式直接给老板 叫它自己输入 或者自己操作界面给它 甚至最好当然是手机上有个APP 直接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它手机上马上 而且它需要看到应该是视觉化的 直接一个图表 可能哪一种简单图表 拿到比例的话一个派图 然后哪一些时间比例的话 时间的高高DDH可以用长条图之类的 反正各种图它都可以很快一目了然的话 那当然最好 可是问题需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那等于是说未来我发现 因为现在坊间的杂志里面 不断在告诉我们 未来其实即将有很大的革新 你的工作即将被这些东西取代 那可不可能完全 但也许我觉得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到 你如果不会这些东西的话 你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许就是说你跟别人比较 别人都会你觉得你都不会 那当然效率比较 当然就有差了 所以我们回到这边 我如果希望做出这样的结果 该怎么做 其实说真的 要不就是你把之前的程式 再做过一遍 要不就是说 如果有做过 我讲过了 你就拿范本拿来修改 我想你至少 你如果从头不会写 至少你范本要留下来 然后把范本拿来直接修改一下 应该就可以让出你要的结果了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架构跟我们之前 那个班级查询那个范例 大概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所以直接拿来修改 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至少要知道改哪里吧 OK 比如说range一定要改 range一定不一样 蓝跟列那个都不一样 所以你蓝跟列的数字稍微改一下 OK 那我刚刚已经把它改过了 就是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一开发人员 二的话 video basic 然后到这里面的话 我们一样 在这边问题05 我就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模组里面的话 那我该放什么 我刚刚已经把它贴过来 其实我贴的东西 就是从什么 从我们的326班级查询的 第几页呢 我刚刚讲第六页 这里 这个用筛选分割工作表 所以这边记得 在这个326班级查询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我们的单元02里面 所以你刚才找一下单元 我实际上就是把这一段程式 直接贴过去改 那另外呢 删除工作表 好像前面有讲 所以删除工作表 好像在这里 删除工作 批示删除工作表 所以我把这一段贴到下面去 因为我要做出来效果 就是一我先分割了 二我再把它删除掉 就两个动作而已 OK 那我来demo给各位看 其实这已经做好 那做好之后 最后当然我们就是在旁边 也许做两个按钮 跟一样 反正就一个做什么呢 做分割工作表 那我们用筛选的方式 然后这边的话 就做一个按钮 那我等一下按下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它就按照这六个帮我分割了 那另外的话呢 再帮我回复 所以我把这个按钮复制 贴上一下 那重新指定一下 这个就是把它再删掉 所以两个 一个是让它分割 一个就是再帮我把它切割 就是把它删掉 OK 然后试一下 所以按一下这个按键 看一下 也会看到OK 好啊 OK 菜头 里面就菜头 小咪 里面就小咪 OK 那当然因为栏宽 不过你最后如果是像栏宽 不OK 你可以再加一个 colons.autofill autofit 自动调整栏宽就可以了 再加一行就搞定了 OK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他基本上每一个每一个都帮我把它放过来了 OK 这个跟之前做的没什么差别 其实我只是把它贴过来改 改哪里我们等一下来看 第二个是删除 删除我也讲过 所以记得是反向删除 所以什么呢 for i 等于最后那个就血点抗 到怎么 删到第几个 第二个就好了 第一个不要删 第一个不能删 然后step-1 反向删 然后去删除 i.delete 帮我删删删 OK 所以删掉 剩下没有 然后就恢复了 所以其实这两个